2024年的今天你会选择多少预算买手机呢 根据椰子这几年的销售经验来看 今年的大家消费度非常理性 大概40%的人会选择2000档的手机 30%的人会选择4000档的手机 不知道这个结果符不符合大家的心理选择呢 如果你想在有限的预算买到新人极致的二手苹果手机 那么你真的应该看看以下三款性价比完整 第一 苹果13 前段时间还有2000多的 但随着苹果16的发布啊 老款机型一直在掉价 苹果13也是终于跌破了2000元 这让它成为这个价位段的唯一完整 显示效果初衷 处理性流畅 排色清晰自然 我敢说啊 这样过五年没有任何问题 第二款是14 Pro Max 这款手机是4000价位段的绝对完整 您弄到高刷屏 4800万大三眼 新款具有的特性它都具备 可以说啊 这个价位段你想要选择大屏手机的话 吴老选 14 Pro Max就对了 当然啊 如果你是小平板的话 一定不要错过苹果15 Pro 这可是4000档最牛逼的小平手机啦 您弄到高刷屏 4800万大三眼 这都是基本操作 外壳升级了太可敬 这手感是真的绝了 而且啊 你不用担心费账物 搭载的A17 Pro处理器 支持AI 苹果只要开放 B狼第一时间适配 这也是15 Pro独有的福利 好啦 还剩一句话 想在华强美台耳机 关注叶子 没毛病